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一看就是战斗力强大 名副其实的虎狼之师 可是在秦始皇以前 先前时期的陶勇雕塑艺术并不是很发达 甚至还很难看 这些陶勇不管是烧造温度 技术还是彩绘等 都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中国使用勇来作为随葬的历史始于春秋时期 到了战国时期 陶勇逐渐出现在列国墓葬中 但是也是零星的发现 秦国直到战国晚期 才在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陶勇 类别有骑马勇 人勇和马勇 几乎所有出土陶勇都没有面部的西部刻画 肢体也很不协调 彩绘也主要为黑 白 红三种颜色 多数陶勇大多是捏素而成 再经过粗糙的西部雕塑 最后用单色平图的技法进行彩绘装饰 战国晚期 秦勇制作粗糙且体量较小 公元前221年秦德统一 让原本只有10、20厘米高 并且设计简单 制作粗糙的陶勇 仿佛是一夜之间 骤然增高到180到196厘米之间 稍造温度达950到1000摄氏度 采用的绘素结合模型制作与手工制作相结合的技法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秦勇彩绘颜色种类也非常丰富 有红色 黑色 白色 黄色 紫色等 面部以及胡须 头发的刻画非常精细 生动 说到这 我们需要想想这个问题 从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前后 不过才几十年时间 而陶勇的面貌和工艺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有一种可能性是制造陶勇的理念和技术 在一夜之间获得惊人的进展 但仔细一想 这种可能性其实是不存在的 如果秦国生产陶勇的水平得到突然的提高 这样即使改朝换代到了西汉 也应该发现类似于秦兵马勇这样的陶素艺术品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考古所发现的西汉时期随藏的陶勇和秦勇完全不同 就拿汉景帝杨陵出土的陶勇来说 这些勇虽然也是兵马勇 但高度仅为五六十厘米左右 只有秦兵马勇身高的三分之一 不仅身高不同 杨陵兵马勇的衣服铠甲 也不似秦兵马勇般皆为陶素 考古出土的汉杨陵兵马勇是裸体的 当时随藏时 这些陶勇都穿着丝绸衣服 手臂也是能活动自如的木头手臂 杨陵出土的陶勇与秦兵马勇陶素艺术 比较相近的是 对于人物的刻画同样精细生动 不仅是五官 发式 甚至连身体器官都毫不马虎 但是如果两相比较 我们能明显看出二者神态气质迥然不同 一个是庄严威武 杀气腾腾 一个是平和安详 神态自然 显然 汉杨陵的小兵马勇更具东方人的气质 同样是随藏的陶勇 为什么在战国 秦代和西汉完全是不同风格 呈现出了波浪式的发展脉络呢 为什么秦代的陶勇制造技术会突然提高 而到了西汉并没有把这一风格延续下去 无论怎么看 秦兵马勇都好像横空出世一般 1999年 在秦始皇陵园K9901号陪葬坑中 出土了一批彩绘 加上后来发现的共27件 这些陶勇的雕塑方式 彩绘风格和秦兵马勇非常一致 面部表情也是比较呆板 几乎所有陶勇的着衣风格 都是只在腰间为一条短裙 其余肢体都裸露在外 这些勇的造型比较独特 有抓举重物 顶杆 以及准备摔跤的姿势 应该是表演歌舞杂技的百戏勇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批陶勇的造型和兵马勇的造型 差异较大 这些勇用力时双臂隆起的肌肉 上举重物时侧腹的肌肉和肋骨 背部明显的脊椎骨 肥瘦隆起的腹部姿态等 都能表明制作这些百戏勇的雕塑家 对人体运动力学的熟练掌握 这种艺术风格 在此阶段的东方文化传统中 并没有发现 在出土的这些百戏勇中 有一尊被认为是寻同的杂技勇 什么是都如寻同呢 都如是一处古国名 汉书记载说 河府南有都如国 大概在今天的广西北海市以南 也有说是今天缅甸一带 寻同是两汉之际十分流行的一项 顶干杂技 汉画像时尚经常能见到这类图像 现在称之为长杆技艺 主要是指由一位身强体壮的大力士 用双手向上托起长杆 或用头顶长杆 长杆上有人数不等的表演者 表演杂技的艺术形式 干上最多时可以承载久人 《国语禁语》中记载春秋时已有诸如浮如这种杂技 这种杂技也许形式上与秦汉的都如寻同有渊源圣的关系 但从汉代称其为都如寻同的都如名称看 秦汉时期的这种杂技可能是原有的游戏形式受到外来杂技艺术的影响蜕变而成 也就是说秦汉之际就有外来的杂技形式传入了中原 考古发现证明 在张谦通西域之前 文化交流的使者们或通过西南丝绸之路 将源于西亚地中海区域的科学技术艺术及理念带入中途 通过秦勇的摆细勇 我们知道通过西南丝绸之路 古人们将缅甸一带的都如寻同杂技带到关中 并与原有的诸如福如记忆相融合 形成了新的杂技艺术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 人类其实在一万年以来 尤其是六七千年以来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比方说我们东方的马 黄羊 小麦 大麦 青铜冶炼 黄金 铁器等 通通来自西亚 进入商周时代 这种交流更去频繁 比如商代殷须富豪墓出土的玉器 和浮奉西周宫殿机址出土的崩雕 胡人头像 这种物质层面的交流 也让后人对《穆天子传》记载的 周穆王熙行建西王母的故事 充满了狭小 通过各类丝绸之路 来自西亚的文化因素 到东方大地上比一比皆是 但通过这条文明交流的大道 有哪些东方的文化因素传到西方 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只知道 大概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 东方的七器、铜镜、丝绸等 经由草原民族 远波到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 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 包括途经欧洲大陆到了罗马 中原的青铜器、车器、兵器等 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 草原民族的墓葬中 这样的案例还是很多 同时 西亚流行的动物文样 由西至东 传入中国北方地区 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 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 形成一种全新的 具有荣誉草原风情的神兽文样 神兽文样受到中原国家的青睐 被用来装饰马车、漆器、夭饰牌等 这样具有龙烈抑郁风情的文样 在中原西汉王朝贵族间广泛流行 西方的玻璃制品、鲸银器等 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中国 说到技术或者文化的交流 我们一般会想到它们的流传 必然依靠人来作为载体 而面对秦始皇陵发现的 透露出西方艺术气息的秦勇和铜车马 大家难免也会猜测 在烧造秦兵马俑或者修建秦始皇陵里的 这些工匠中 会不会有来自西方的呢 这可能还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